沙巴斗湖一座养蝦场发生氯气外泄 六名外籍工友吸入氯气而出现的呼吸困难 而紧急送院 他们目前情况稳定 不过其中一人依然需要使用呼吸辅助器 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11点左右 中毒的工人介于19到35岁 来自印尼和菲律宾 其中一名晕倒的男子已经苏醒 但必须使用呼吸辅助器 至于另外五个人预计最快明天就可以出院 当局初步鉴定 工人在宿舍旁使用挖掘机挖土 导致氯气罐受损 但是氯气罐如今已经修补好了 以后来自明镜长的信号 开始制作为资亚风 88% 下降 发生有何误会 甚至无法误会 过来自明镜长的此理 能力 遇到